youtuber蜜菲于去年8月生下女儿小恩 日前迎来爱女的一岁生日 她特地邀请了柯文哲 一起为小恩制作生日蛋糕 然而柯P似乎对制作蛋糕没什么经验 过程中频频出状况 在第一个步骤就打碎了三颗蛋 无奈之下只好请帮手救援 所以柯文哲希望蜜菲给她一些无需计数的工作 蜜菲便让她将水果切片 不料她在切蓝莓时 因蓝莓实在是太小了 切下去之后几乎都烂掉了 惨遭蜜菲吐槽 索性最后还是成功将蛋糕送进烤箱 算在自作过程中柯P有点手忙脚乱 最终蛋糕也似乎没烤熟 就连受薪小恩 也有点嫌弃这个蛋糕的味道 让柯文哲崩溃直言 能不能把整部影片都剪掉 但蜜菲还是夸赞蛋糕做得很成功 非常感谢柯P帮小恩做蛋糕 影片以来不少网友笑称柯P真的有过亲民 这个组合太有趣了